谈到这个华裔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人的关键冲突 我觉得受到中国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因为当前的中国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偏差 因为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 就是说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 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现在 这是同一个mindset 我还不是说近现代史 近代史被抹得一塌糊涂 按照中国古代的编修历史的说法叫会史 就是污秽的会 就是你把它歪曲的一塌糊涂了 我说的是古代史 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我稍微发挥一下 就是当前的历史教育上 把汉民族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那些胜利 把它意义描绘得无以复加 因为它要因应民族复兴大国崛起这个主题 就是很强调像秦皇汉武这样的武功 这样的就是中国人就觉得很自豪 因为秦始皇他曾经北壤匈奴南征百岳 对不对 他就极大的扩大了中国的版图 这是他的积极意义 说这个胜利也很辉煌 说百岳之君俯首祭景 为命下立 这是贾仪在过秦顿里面说的话 就是百岳那些地方的那些小国的君主 脖子上系着绳子 把自己的命交到秦朝下级官员的手里 就是说我受降接受你投降 我都不派个高级官员 我派个下级官员牵根绳子 就把你拉走了 你看这多牛 那汉武帝就更不用说了 他在多个方面全面扩张 他北面对匈奴连续用兵 有几个大截 有河西大战 末北大战 西面通西南夷 东面征服朝鲜 他还真的征服了朝鲜半岛 设立了汉四郡 针番临屯 勒浪 玄土 这后来呢 随着高勾力的兴起 这汉四郡就全部都丢了 但不管怎么说 朝鲜呢 也是咱们曾经拥有 对不对 这个文艺媒体 像影视剧 这些通通都加入大和尚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自豪 是吧 什么北伐匈奴 乐食奄然 开疆拓土 木马天山 那多爽啊 我不是说这种自豪感不对 哪个民族都会夸耀 自己祖先的攻击 哪个民族也都想恢复 自己祖先曾经达到的荣耀 但问题是呢 声音太单一 声音单一了以后呢 他就会大众造成 会对大众造成误导 再有一个呢 就是对历史的总结 确实有偏差 这个离真相 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是在中国古代的 对游牧民族的战争里面 从来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靠战争 打出过一个长久的和平 平均不超过二三十年 就是你这个成果 连一代人享受都没有 这还得是大姐 才能够达到平均 二三十年的一个和平 那咱们就再掰扯一下 战国末年 赵国名将李牧 曾经大败匈奴 匈奴在一段时间 都不敢接近汉族的边界的 过了多长时间 秦统一以后 匈奴人又来了 他又成了北方的威胁 他又回来了 然后后面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秦始皇兴师动众 出动三十万精锐 北伐匈奴 兴建长城 还修了一个秦直道 就是从咸阳修了一条 这个高速公路 直接通到这个 长城的赛口 这个修长城 造成民力凋敝 是秦朝灭亡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在当时秦始皇呢 是蒙田三十万大军 北征把匈奴赶跑了 始皇继末 余威震于殊俗 对吧 这震也没震多久 然后秦朝灭亡 匈奴又来了 到汉朝初年 匈奴又成了北边的主要问题 汉高祖曾经亲征 有白灯山之围 就曾经孤军深入 结果被匈奴骑兵 包围在白灯山 后来靠贿赂 匈奴缠鱼的太太 给你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他才跑出来的 就差点这个 汉高祖就死在那了 好 那现在汉朝知道靠打不行 是吧 靠和亲 六十年没打大仗 但是匈奴对汉边郡的骚扰 也一直没间断过 这还不是小规模骚扰 就一次就略杀人口数万人 都不是小规模的骚扰 到汉武帝的时候 又对匈奴征讨 打了几个大胜仗 漠北大劫 河西大劫 对不对 打得匈奴远顿 漠南无王庭 也取得了大胜 汉武帝死的那一年 匈奴人又来了 也没维持几十年和平 匈奴人来了 攻入朔方郡 就是汉武帝迎见那个朔方郡 被攻破了 好 再接着打吧 打打打 打了差不多一百年 到东汉初年 当时大将军斗县 斗县是再发匈奴 因为当时匈奴 自己内部有矛盾 南北分裂 北匈奴就西迁 就祸害罗马帝国去了 就离中国远了 那中国的威胁该解除了吧 你别高兴得太早 匈奴没了 立刻就有别的民族兴起 去占领匈奴的旧地 乌环 显卑 铁乐 柔然 这些民族又都起来了 好 咱们再接着打 打打打 打到三国两进 十六国南北朝 那个也是中国一个 大动荡 大分裂的年代 当然也是一个 民族大混战的年代 打到唐朝 这个时候呢 各民族的僵局呢 基本上稳定了 天下一统 这个时候 中原政权主要威胁 是西北方的突厥 那还真得说 太宗皇帝 天纵鹦鹉 一战 就真的把当时处于 顶峰状态的突厥给灭了 然后突厥也往西跑 他往西跑以后呢 就造就了后来横跨欧亚非的一个大帝国 叫奥斯曼帝国 因为这个奥斯曼他实际上是突厥人的一支 叫塞尔柱突厥人 他接受了伊斯兰教 他就是构造了土耳其帝国 好吧 突厥也赶跑了 这下又该安全了吧 是吧 你又高兴早了 为什么 不出几十年 土拨兴起 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唐波战争 土拨呢 他的主要活动是在现在的青海和甘肃一带 主战场就是在河西走廊靠近青海那一带 因为河西走廊再往东走就是关中了嘛 就是唐朝的首都 长安所在地 所以河西走廊的安全 对于中央政权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近百年连年征战 尸骨堆积如山 杜福有首诗写的是 君不见青海投 古来百古无人生 心鬼繁渊旧鬼哭 天音与诗生秋秋 再往后呢 进入宋朝以后 咱们咱就更不用说了 北方契丹女真 后来的这个蒙古后金 也就是满清 咱们铺垫了这么多 是想讲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战胜的功绩 我们今天觉得它很自豪 很重要 也许在某一个时代 还比较重要 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都没有所说的那么重要 为什么呢 第一 这些战胜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原政权的战略格局 就是游牧民族进攻你 你是防守挨打 这个战略格局没有改变过 第二 从来没有开创出过新型的民族关系 没有这个规则上的创新 第三 从来没有赢夺过长久的和平 所以你要从这个西方世界的观点来看 咱们这个中国人 津津乐道的这些军事胜利 没有一个算得上一个 decisive的battle 就是这个决定性的胜利 那么铺垫这么多 有人要问 那么我的point就是什么呢 我是想说 当今天所有人 陶醉于这些胜利的时候 他就很少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这个历史 他不断的在重复 哪怕是到了今天 你如果这点不突破 他还会重复 游牧民族 他的艰苦的生活条件 他落后的生产方式 他决定了他必须要以截略为生 因为他的自己经济产出 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需要 他解决不了人口繁衍的需要 他就要来打你 他就要来抢你 他自己死 他自己死多少人 他都要来抢你 但是呢 在中国上历史上 有另外一件事 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人 是鄙视的 是看不起的 但是我觉得他很重要 就是北宋的禅渊之盟 禅渊是跨着黄河两岸的 一个城市 辽国呢 曾经在这个北宋初年 宋真宗的时候呢 是濒临这个黄河岸边的 禅州城 与北宋签订了城下之盟 北宋给辽岁币三十万 就是每年给他十万两 白银二十万匹捐 然后呢 就换得和平 这个事情很多人认为是屈辱啊 就说你打不赢啊 我花钱买和平啊 对不对 这个多屈辱啊 这个你没办法的奏服了 你去花钱买 这玩意儿就是没面子 可是你知道吗 靠这一纸盟约 宋辽之间维持了 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 一百二十年 中国历史上绝不仅有 这三十万的税币只相当于北宋两个县的产出 是北宋当年签约那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点五 就是这个成本很低 这一百二十年内发生了什么呢 北宋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中华文明达到了继大唐之后的另一个顶峰 大家知道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 它没有长期的一个和平环境 它是创造不出来的 就是文明这个东西 就是大国所有人都想着这个 我都不安全了啊 说不定哪天匈奴人打来了 我得卷铺盖走人 他没时间去搞那风华雪月的东西 他没心情去搞那个 对不对 这一百二十年的和平 北宋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大家看到这个清明上河图画的那个繁荣的景象啊 在辽那一边呢 契丹民族从游牧走向了农耕 城市也大量涌现 人口大量增加 更重要是他佛法大盛 特别是这个辽他还在中国的艺术史上 开创出他自己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 就是他今天我们看到辽带的佛寺佛塔 他都是有他自己独特风格的 他就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辽也是有他的一席之地 这个文化的繁荣啊 它是人类的精神和心灵的提升 它是人性的丰富和充实 所以你这个成果怎么衡量它呢 那在我的眼里 这比十次墨北大捷、河西大捷来的都更重要 这里就涉及到你怎么去看待一个成功 成功你是希望有胜利的光环 这个叫成功 还是和平繁荣 这个叫成功 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判断的时候 你是整天鼓吹的那些什么匈奴斩首多少万 这种意义上的成功 你还是更看重文化的发展 人类精神心灵的提升 这个文明的繁荣 就是你看重的是哪一个 以前打那么多胜仗是打赢了 但是打赢以后呢 你维持不到二三十年的和平 是吧 这个就叫做没有和平的胜利 你的成果连一代人都享受不到 而刚才讲的北宋成 这个禅渊之盟给辽献碎弊 维持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 你确实没有打赢 这个叫做没有胜利的和平 没有和平的胜利 光环属于王侯将相 对不对 你老百姓还得接着打仗啊 你还得流血流泪 而没有胜利的和平呢 它没有光环 它不显要 但是最后的福祉呢 是属于黎民大众 所以没有和平的胜利 和没有胜利的和平 在这两个在我眼里取舍 非常简单 与其要一个没有和平的胜利 不如要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 所以就要看你的这个思想基点 是站在哪了 当然咱们中国人 一直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明明很多人处于社会最底层 他偏偏具有统治阶级的思维 他什么时候 他都从统治阶级角度去想 他要那个光环 他要那个胜利的荣耀 而不需要那个和平的实质 所以这个确实是长期 这个历史文化教育中的一个偏差 它造成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众当中存在的 这个视角上的欠缺 也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其实跟世界上很多人不一样 你自己感觉不出来不一样 这还是比较要命的一点 再一点就是 刚才讲这个禅渊之门 它开创出了民族关系的一种新的模式 就说我不管打赢你多少次 对不对 你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没改变 你就得来抢我 以后还得来 咱们还得接着打 所以不打了 我和你接触 我帮你过渡到先进文明 那我们的共同点就多了 对不对 我们行为方式又趋近了 我帮助你从游牧变成定居 你定居以后 你就有稳定的经济产出了 然后我再通过贸易 把你需要的别的东西卖给你 你该有的大部分就有了 你不就不用去抢了吗 你跟人打架抢东西 你也有风险了 是不是 所以这在文明进步上 他在这个文明上就有真正的进步意义了 以前讲的那些打仗 从来没打出过一个新型的民族关系 可是缠冤之盟开创了这么一个新的模式 我以前有人跟讲的这个观点的时候 让人家说你这个说法很新颖 错 一点都不新颖 欧洲在殖民时代后期他就这么做了 特别是英国人 他非常有意识的这么做 他在印度 在他的别的殖民地 办教育发展经济 他真是不惜血本 他是倒贴呀 他倒贴的帮助他们往现代化 近代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 你越落后 我也统治你的成本越高吗 我得派军队去监管 去镇压 你不停的还给我骚乱骚乱 我还得给你打仗 我占你那个地 我抢你那点东西都不够我军费的 所以我帮你发展的 你文明了 你富裕了 你越高大上 我们交往的这个模式就接近了 是吧 我就管制成本就越低了 我以后可以放手让你自治了 对不对 我就根本就不用去统治你了 其实这种思路呢 他基本上也是 现代国际政治的当中 一个主流思想 这一点都不吸扭 可是呢 就是我听到这个太多中国人 一提起 国家就不合了 我们灭了他 我们打 我们就去揍你 我说你那脑袋啊 还停留在中世纪 你说你都出国这么多年了 你中世纪的大脑 去和现代社会打交道 还奇怪为什么受歧视 你说这个事 它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就是咱们这个思想啊 它确实 你说你要移民到巴基斯坦去 是吧 你移民到坦桑尼亚去 那行 它跟你那个思想可能比较接近 你可能感觉不到有那么多冲突 但不是吗 咱们中国人不爱去那吗 咱们中国人去的都是 美国 欧洲 澳洲 都是去的这些西方文明国家 这个思想观念呢 是有冲突 人家不跟你说什么 他就看着你那个思想啊 他可能就觉得很可笑 咱们不是说这个欧美人呢 他都有这么丰富的文化知识 历史知识不是啊 他只是说这个社会精英 他总 他按照历史 他过去总结出来这些经验 把这些经验呢 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 通过一些像公民教育啊 一些最普通的教育 他灌输到下一代人头脑里 造成了我们和这个确实就是大陆出来的啊 咱们长时间教育形成这个头脑 和这个欧美社会啊 它有很深层的冲突的